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原生你好,大家好 今天繼續為大家分享一下 女性懷孕期間經常遇到這些問題 我們如何用同類療法幫助她們處理這些問題 不如今天說一下婦女懷孕期 我們經常遇到腰背痛、肌肉痛的情形 因為突然間多了幾十磅 躲在前面,腰的受力都會有些不舒服 在你的臨場經驗上可以用什麼療劑幫助呢? 相信沒有人在一生裡從來沒有試過背痛 有時候背痛來得很突然,叫做閃腰 有時候慢慢拖拖拖拖,變成慢性的背痛 如果背痛來得慢慢的 很多時候起因都是因為姿勢不良 可能坐得太多姿勢問題 或者是腹部肌肉比較弱 或者背脊肌肉弱 當然也可能突然間錯傷 腰背痛也是很多無病症狀之一 簡單的就是肌肉發炎 尤其是背脊肌肉發炎 也比較嚴重的是脊椎盤骨走位 在這個情況下,神經線會受到壓力 在孕婦的情況,很多時候都要出現腰背痛 很明顯的姿勢改變 一個肚子在前面,幾十磅的重量 突然間加在前面,人們就要弯在那裡 拖住他,當然體重也增加了 华盈期的荷爾蒙 令銀帶筋骨開始軟化 幫助生生小孩的時候 旁腔的銀帶會鬆化軟化 這就是荷爾蒙的因素 導致很多時候的銀帶開始變化 療劑方面也挺多 大家留意聽 不要緊,如果他聽不到 就再重複自己再聽 如果能拿筆寫下來,也會有幫助 第一個療劑叫Aesculus hippocastana 是馬律樹 馬律樹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是盆腔的問題 有時候盆腔的出現問題 盆腔的炎症導致盆腔發炎有少少燒 甚至乎指甲有分泌大量的小量 也可能在尿道出現問題 在行經時比較痛 馬律樹的症狀通常是這樣的 腰背是一種沉重的沉痛 是一種不停的一種沉痛的感覺 背部和宽關節,hip joint也是 通常這種背痛走路會令他差一點 向前彎腰是令他差的 好像突然會沒有力 如果要向前彎的時候 突然會失去重心,失去力 馬律樹的情況 就是頸部和肩甲骨之間好像沒有力 脊椎本身好像沒有力 脚也好像很冤痛,疲痛,疲痛 很多時候甚至乎手腳也有浮腫的感覺 但馬律樹最主要是 那種背痛很多時候是加上 宽關節,hip joint那種疼痛 這是馬律樹重要的症狀 另外一種叫Actea spiccada 蓝香 英文叫Bainberry 拉丁文叫Actea spiccada 中文蓝香 这种症狀通常發生在身体的小关节 比如手腕、手指、足果、脚趾 通常是一种风湿性的撕裂痛 然后这些小关节 手指和脚趾开始肿胀 加上有些疲累 任何小小的动力都会令到它痛 令到手和脚没有力 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连扭毛巾都不够力 这种是蓝香Actea spiccada的症狀 接着就是欧烏头 这个背部就是僵硬、痛、麻痹 有种爬痕的刺感 就好像损了那种感觉 突然间觉得颈部很僵硬 那种怨痛 两个肩甲骨之间也有一种痛 宽关节和大腿都觉得很无力 尤其是躺下了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感觉 烏头通常都是用一些很突然的突发 感觉的人很惨压、很危险 这种心境突发 尤其是被冻风吹一吹的 很多时候是乌头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Agaricus muscarius 是毒鹰散 毒鹰散的重心主要症狀 是脊椎很敏感 碰都不能碰 尤其是胸椎的部分 你撒它就觉得很痛 颈椎会觉得很紧 背脊 还有颈部的肌肉是一种跳动 好像眼眉调跳动的症状 腰椎在冻胸外面的空气会更差 Agaricus的重心也是很敏感 尺寸很敏感 还有眼眉调的肌肉跳动的感觉 另外一种是Aloschotriner 是一种炉灰 都是下腰痛 动动会叉 有时候在底椎那种痛 尖着针挑的痛 有时候腰背痛和脂肪交替出现 有时候腰背痛 有时候脂肪又出现 遇到这个情况 Aloschotriner 颅背 另外一种 Aletris varinosa 这个最主要的症状是很痛很累很累 肌肉经常都很累很意常地累 通常会印神呕吐 加上肌肉的痛 导致肌肉很累 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Amonia muriaticum 是600安 那种感觉 好像美龙骨坐过的时候 好像觉得损的 尤其在腹部左边 更加感觉 好像受了挫伤的感觉 肩隔之间是冰凉的感觉 但是冰凉得来 你用暖去敷它也帮不了 加上很多时候 接着就会有恒痒 肩隔骨 冰凉的感觉 和恒痒 这些很特别的症状 大家要留意 接着就是 Barbaris vulgaris 这个疗痒 我可以叫做 Barbaris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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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足、脚、麻痹的感觉 记住那种痛通常是一种尖锐的痛 在颈部、背部 甚至最主要是腎的地方 是一种尖锐的刺痛 然后是辐射出来 由背部的腰、腰、腰痛到膀胱 走到腹部、宽关着和阴囊的位置 记住双锐是一种尖锐的痛 是放射由神开始 接着就是白射筋 Priornia album 白射筋的阵营都是小腰的僵筋痛 或者颈波子的颈波很痛 但最重要是白射筋最主要是不要动 躺在这里静静地不要动 大力按住它,令它不动就最好了 背部都是这样的 有东西支撑着它 用压力按住它就好一点 一动就会痛 一动就会很尖痛 这个就是Priornia的白射筋 接着就是Kermann-Meller的罗马金谷 通常都是宽关节、大腿、内侧痛、腰背痛 还有颈部是很僵痛的 经常都跟大家说 Kermann-Meller的主要症状是很怕痛 痛到是发疲惊的 虽然看上去又不应该那么痛 但它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这个就是罗马金谷的症状 接着就是Tradonia Major 那个肝有关的 Tradonia Major 这个字是拉丁文 Tradonia 叫白骨草 英文叫做Greater Saladin 拉丁是Tradonia 是白骨草素 白骨草 Tradonia一看到 一听到这个疗剂 通常跟肝有关 OK 通常也觉得背部痛 颈部痛 会延伸到手、肩膊、手指 甚至乎手指 有时颈部就僵紧 头就被拉到右边 最主要是右肩刮骨下缘角 是一种一点的疼 这是白骨草重新的症状 右肩刮骨下方角的位 是一点的疼 是一种反射 肝的反射疼 接着就是 Semi-Surfugary Samosa 黑星麻 黑星麻 通常这种疼痛 很多时候可能跟 笼巢的神经疼痛 这种疼痛就会横跨盘腔 由宽关切 一边去到左边去右边 或者前腿方面 上上落落 这种疼 盘腔左边右边 走来走去的疼 蔓延的疼痛 通常这种疼痛 通常跟子宫的卵巢有些问题有关 这种疼痛是很恶臭的 加上腰背痛和紧张的情绪 接着是Coculus Indicus 印度房纪 通常适合的人 通常头发比较浅 轻轻说外国人 很多时候 在背着痛 在怀孕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有呕吐 云浪呕吐 这个情况 颈背的 感觉很僵硬 如果在动动 令痛就会移位 去到肩膀和手腕 在肩膀和颈后面有压力感 伸道房纪很多时候 跟睡眠的不足有关 很多人因为 某种原因 睡得不好 可能出现这种感觉 叫Coculus Indicus 很多时候我用在人去旅行 有时差 他人像微轻轻轻轻 like 像不得省 那种 脖子疼痛痛 都是印度房纪 Coculus Indicus的症状 接着就是Caricorbonicum 炭酸 炭酸甲 这种的痛 通常是背脊很痛 通常是射在背脊的痛 有时痛很多时候 分寸凌晨出现 起身走动会更好 背部觉得很虚弱和硬的感觉 有时候因为寒冷会引发痛 或者扎着位置就会痛出来 这就是碳酸甲 另外一种是Docamara 欧白鹰 那种痛都是下腰背痛 通常是因为长期弯腰导致 僵筋和颈椎肩膀没力 但很多时候欧白鹰的起因 是因为一个冷和湿的天气环境引发 香港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病征 都是因为天气变湿 可能是鼻敏感 其他因素都可以 接着就是钝叶鼠曲草 钝叶鼠曲草的拉丁文是Nephelium polysapherum 通常大家尽量去记拉丁文 因为这些疗剂通常都是用拉丁文做标签 用中文可能没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除非我们的健康店都可以买 其他很多地方都不会用中文 这些是长期的腰背痛 如果是躺在那里 躺在背部就会好一些 但是最重要 这种腰背痛很多时候加上是麻痹 即是很麻的 或者脚可能坐骨神经痛 腰背痛 脚痛 接着就有一种麻痹 一种麻木的感觉 盆腔好像有重量压下去 这个Nephelium很多时候用在坐骨神经痛 主要症状是有麻痹的感觉 接着另外一种是Guaicum officinalis 是鱼创树脂 Guaicum,Guaicum officinalis 这个主要症状是 颈膜和肩膊很痛 很僵硬 又硬又痛 在肩甲骨之下 后尾枕有种刺痛 这种痛通常有一种走动 由下面向上走 这是拐败重心的症状 接着就是马前子 马前子的痛是腰椎 脊椎很生气 通常时间是4点凌晨是比较差的 很多时候因为生活不折制 大饮大食 不够睡觉 导出马前子的症状 通常都是因为生活不健康 吃东西大饮大食 烟酒 身体就出现这些问题 接着就是silica Cilicia tera 是直 直的痛通常是 美龙骨痛 腰椎当然是不安不适 人是比较虚弱的 直型的人好像没有腰骨 比较虚弱的感觉 另外一种是伦酸 伦酸通常人是比较累的 虽然酸的疗剂 都是比较累的 情绪有时候会低落一点 这是考虑的疗剂之一 接着就是Rustoxa 最重要是很僵硬的 总之是很僵硬的 很多时候僵硬到硬 他经常想去动一下 他坐不定 动一下 扭一下 他躺在这里 不可以的 但他通常要动一下 但他发现 他早上起步动 一开始一动 他就会觉得 他就会痛 或者 在床上走 不动 但用暖 他会动 很多时候 社会的症状 他会告诉你 早上很僵硬的 早上起床 一刹那 就会痛 但我动到顺着就不痛 这个就是野角 是经常用的 腰背痛的疗剂 腰背痛 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不仅仅在妇女 托嬷嬷 甚至乎 很多时候 我们 经常 男士女士 都会经历过 腰背痛 所以刚才 袁衍生解释的疗剂 不仅是用在孕妇 如果遇到有些朋友 有腰背痛 而可以刚才听到 有些症状是正硬的 也可以用这些疗剂 尝试一下 所以 家中常被同类疗剂在这里 永远都可以做到一个 是及早治疗的功效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就可以 准备了一些疗剂在家里 以变得不时之需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剂 或者是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在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